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3月22日 已經是星期五 23條已經通過了 當然 現在的香港 已經成為全世界的公敵 當然我們還有看到一些人 屍而不捨 好像想將香港 繼續推向深淵 現在已經在懸崖了 有些人認為還未夠 例如何君堯 何君堯說 23條立法之後 不會就此天下太平的 敵人 仍然是蠢蠢欲動的 新一屆政府很認真地處理條例 過程十分快 又讚賞政府果斷推動 符合國家要求 但是 23條立法 大家不要以為就這樣沒事 敵人仍然蠢蠢欲動 仍然有延續性的工作要做 究竟要做些甚麼呢 香港 已經成為了全世界 普遍的批評對象 因為 根本在完全沒有反對派 在沒有反對聲音的情況之下 香港繼續要做這件事 究竟是為了甚麼呢 要為了打仗 要為了進一步的鉗制港人思想 還是 想想 政府有甚麼不對也要坐牢呢 現在香港 那個法例嚴刑進發程度 甚至乎很多人都說 比大陸還嚴重 所以有些朋友說在香港根本受不了 他們沒有地方去 寧願上大陸 他們說回深圳 也沒有你香港那麼壓抑 這麼說 也是 因為深圳你上去 你如果去很多地方 例如有些商場 你根本感覺不到那些壓力 但是你在香港 無時無刻任何地點 你都感受到 好像一把刀在你頭上 你不知道甚麼時候會犯法 你不知道做了甚麼會被人抓 當然 何君爾的說法 即時 我看到他頭版 東方日報 他的說法 聽下去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他說 香港 已經成為了 愛國者治港的地方 進入一個 暫生的時代 不過 社會墮落 危險可悲 人鬼難分 中間難變 我聽下去 第一時間就覺得對號入座了 是不是在說何君爾議員 當然 東方日報的內容 就是講述一些執法者反毒 主要是說警察 明明就是這個訴毒組 結果 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表面正義 實際上是披著人皮的浪 主要是說 有警察 第一 非禮 強敏 女店員 之後 給了幾百元港幣 也有些男警在紀律部隊宿舍裡面 非禮七歲女童 而有高級警員 向催仔會申請貸款 涉嫌隱瞞 曾經向財仔借錢的紀錄 以獲得催就會批出兩筆十四萬的貸款 也有警員 在三個非法的賭博網站博彩 得益之後傳入多個馬會戶口 巨少爺也有幾百萬 然後被控洗黑錢 警員 立水人對他們有很高的期望 身高良準 兼負維持治安重責 但是他們 是監守自盜 知法反法 警黑不分 叫人情何以堪呢 剛才所說的都只是輕輕事 例如非禮 強姦 盜竊等等 妨礙司法公正 還有一些更離譜的 就是 反毒的這個訴毒組就變成了毒販 執法的人員就知法犯法 甚至乎是侵吞一些毒品 拿去自己販賣 盜取24公斤的冰毒 市值1600萬 還找女仙人幫他出貨 這件事之前我們也說過了 結果 被警察放射 抓到 知法犯法 執法人員 應該是 香港的市民的靠山來的 23秒通過之後 就是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 誰知道 香港號稱由亂到自由自及興 結果這群執法人員的質素這麼低 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人鬼難變 究竟怎樣呢 我們看到何君堯的這個說法 其實也是印證了東方日報 真是人鬼難變 你想想 現在的香港其實一直都很太平 沒有甚麼反對聲音 聯火問一些股評價 說起這個股市 日經指數也不錯 一問到港股 他說不太方便 說 連股票 不是太好 人家也不敢說 香港已經沒有人敢再說話 還是要立23條 可相言之 現在香港的氣氛有多恐怖呢 是不是 現在香港沒有任何一個示威 連一個都沒有 甚至乎 上街 沒有人敢對警察有一點點眼光的接觸 看一看 警察竟被他無端衝過你肩膀 所以 個個都很安全的 你看不到香港有甚麼問題 為甚麼 其實為甚麼何君宜要繼續抹黑香港呢 他說 敵人仍然蠢蠢欲動 這句話為甚麼 蠢蠢欲動的敵人在哪裏 你是不是 覺得香港這兩年的努力 政府的努力是白費的 2020年7月通過國安法 到現在快要四年了 三年多了 已經有三年零八個月了 香港 已經是 由亂到治 由治及興 什麼敵人 還是蠢蠢欲動的嗎 在哪裏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就在警察裏面 你要說一說 因為東方日報就說人鬼難分 中間難變嘛 是不是 既然何君宜的說法 立法之後不會天下太平 我們周圍都是敵人 香港還是很危險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要去地毯式搜索呢 其實我們看到 全世界都覺得香港很危險 你這麽說法 更加沒有人來 是不是 你打算有其他 外國投資者來嗎 酒店也沒有人來住 是不是 現在還有沒有遊客來香港呢 很少 我們根據過往的數字來統計 來香港的客人少得很可憐 昨天有朋友跟我說 他以前經常去美國做生意 他說現在 香港的航班 很少很少 以前是很密的 現在 其實每天美國 只剩下聯合航空 有一班 兩班 很少 然後大部分國泰都做了 但是機票價格很貴 那麼貴的機票 根本令人不敢回去 早幾天我有朋友回香港 他說現在只剩下國泰 唯真也好像 沒甚麼航班飛回香港 英航更加少 以前 英航還是每天都有的 現在也不肯定了 總之 現在好像國泰就肯定有 其他航空公司 已經減少了香港的公益 即是說 每個人都是被迫光顫國泰 情況之下 人們不理 國泰雖然業績扭規為益 但是你看到了 很多地方 都是香港人出外旅遊 海外的人來香港越來越少 主要就是被香港 那麼堵殺的政治環境 那麼嚴苛的立法 嚇怕了 做生意的人不敢來 律師行 減少在香港的僱員 IPO不能做 會計師樓不做 很多店舖不成功 究竟何君堯說的敵人是哪裏 是不是在華潤邀扣裏面 還是在其他不同的 店舖 餐廳 每個人都沒有生意做 其實這個代價由誰付出呢 全香港市民 我們看到 很多人 其實覺得香港還沒有死掉 還要繼續踩多腳 已經沒有反對派了 每個人都安靜了 也沒有人出聲 他也覺得 還要延續性的工作 例如 例如拘捕誰 例如拘捕你 721你弄出來的 還有一大群黑社會 你知道甚麼叫做搞肚死走狗烤嗎 當沒有反對派的時候 那些打手就不再重要了 沒有用的了 了盡工藏 肚死狗烤 肚死了 你們的走狗 就是要烤的了 當日 由你鼓動出來的那些14K的朋友 新義安的朋友 還有和姓和的朋友 現在政府就要清算他們了 為甚麼 你們沒有利用價值 何君堯的意思是不是 延續這些工作 就是要清除這群人 因為 既然現在不用找黑社會出來打市民 你們還有甚麼留在這裏 23條 是不是要快要搞這群人 真是不自動 香港 我們看到的東西也是有斬人 其實社會穩定還是不穩定呢 這件事 真的大家心智套明 這次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 拜拜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 立法的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